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用拨打总机了 想要让市民知道 真的市长没有回答 我们的市政一样的是这样的情况 黄吉讽刺找市长韩国瑜上来 也问不到答案 或者答非所问 甚至还要被反酸 请问在宅保姆单一时段 白天最多可收拖几名幼儿 请市长回答 请社会局业局长先回答 高雄发大财 我忘了加一句你还没问我 高雄发大财 日前韩国瑜不满直询 每一个答复都加一句高雄发大财 把这句竞选口号当作反呛工具 有人质疑这是直辖市首长该有的格局吗 真的是小学生只会耍脾气 还有人说一个市长竟然可以 无赖无礼 没有良心的答复 听不下去 像是一种邪教一样 所以说发大财就是他们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信条 透过不断的发大财 好像就能够发财 谁睡在高速的大市场里 国女草包 发发不服 跳着无数 国女草包 他想发大财 朋友改编海绵宝宝歌曲 蹦刺韩式口号 不满直询 韩国瑜把发大财当嘴皮武器 市政直询在他眼中 仿佛只在乎个人感受问题 我现在记得很难以为 这东西 三个新闻 赞不倒 好 谢谢观看